大家好 大家安安 我是鄭鴻宜 歡迎收看今天的大話新聞 我們今天要來好好檢驗 這個馬先生 馬英九馬先生 他一直說他是一個公民正代的人 那麼做事從來都是光明磊落 但是我們今天要好好檢驗 對整個事件 給大家看 這樣是不是光明磊落 還是為了孫總統 為了很多事 可以用很陰險 很黑暗 很殘酷的一面來盜情 表面上就這樣看 事件到底是什麼 譬如說 我們今天要來講 整個事件 第一 養雞大王 黃昆浩先生 大家都知道 他是李政總統的好朋友 那麼為什麼黃昆浩這邊 會這麼想去 會在自由私部 要投書 甚至黃昆浩先生 在國一兩天就要來開記者會 為什麼會這麼想去 另外 王金平為什麼會這麼想去 為什麼叫國民黨修理到體無完膚 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要再來檢查 因為馬昆浩他在台南 他說他黑漏巴田羽衣 他這以前黑漏巴田羽衣 但是現在 他說他還是要痛恨厚藤新平 他說厚藤新平 朱殺對日抗爭的臺灣人 但是要用這個標準 我們知道厚藤新平 對台灣建設很有幫助 要用這個標準 他有痛恨過 超級少 他還說日本我們就要恩怨分明 為什麼 因為日本通敵 台灣的米不夠吃 但是我們要來請教 國民黨通敵的時候 台灣的米有夠吃嗎 另外 我們又看到以前 現在還想到說原來他是這個民伯 安倍晉三 兩個根本就沒有記憶 可以說到哪有記憶 說到他多痛恨安倍晉三多痛恨 李定輝 多痛恨台獨 還想到說他以前還記得林二雄出來 跟大家說林二雄是一個安全的人 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要再看 他說尊憲和成憲 小班長先生今天說 其實兩年前 檢察委員就應該要選擇 為什麼國民黨不選擇 所以這個人到底有夠說不定 他的內心是什麼樣 今天我們要好好來檢驗 趕快來介紹來賓 第一位我們邀請到的是 台聯的台北市議員 檢議院 檢議員 檢議員 你好 鳳怡你好 鄉居大家好 另外是前世報周刊總編輯 吳國動 國動兄 你好 朋友 台灣 另外這個眼睛他有一點發言 是政治記者陳立宏 你好 大家好 今天你變暗夢照 抱歉 好 另外邀請到的是 中原院社科所助理研究員 徐永明 徐老師 徐老師 你好 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 另外是政治記者 鍾連晃 連晃 你好 宏怡 國務雄情 大家好 以及資深的媒體人 陳金蘭 金蘭 你好 大家好 來 我要先給大家看 這個 黃昆浩新生 請大家看 這是 這個禮拜六 禮拜六的這個 黃昆浩先生 他是李登輝資友會的總會長 黃昆浩先生 投這個書 說 馬英九 一週刊到底誰不死 為什麼 因為這個週刊在這裡下公 馬英九的幕僚說 透過肖萬長的安排 馬英九已經跟黃昆浩見了面 黃昆浩當場答應他 他不捐助給他綠營的人 同時也不支持 兩個人相當的友善 我要先請教國隆兄 這種新聞從哪裡來 了解黃昆浩先生跟李登輝先生的關係 就知道 這種事情是不可能發生的 要說他們兩個之間的關係好 如果說一個對大生理人 對大生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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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可能會說這種話出來 如果說不想支持 他也漸漸 有要支持也漸漸 如果說生理人會表明說 我跟你很好 我不要再去管 不要去支持那邊的人 不可能這樣 林浩 不管是說 心裡面的香港民眾的人 他也不可能會說出來 是 那標示說 這個話是怎麼放出來 是馬英九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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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來耍害 或者一組要利用這個事情來分化 我們通常看一組要如何解釋 因為到現在 第幾天一組 不出來解釋事情 馬英九 中央 中央 一組的目的 我真早就說過 那就是要去北條腳 要去北條腳 他自己要來掃票 馬英九 英拜 一向你看 為2千年 2千恭喜年 國民黨的票 都是用等待的導播來玩的 也都領先 超級的很多 這次的馬英雞自己一站一站去走 一站一站自己去算看他的多少票 他的條件有辦法拋不掉 所以這拋到他以前 你拋到不好他在地盤的時候 他當然要知道這是最大的 最大的他要安全 如果說沒辦法拋來 也要安全把他推不掉 把他推不掉 所以這就是說在選舉的時候 這種保守 叫你講不是馬英雞從外面說 所要表現的說 要打一張高官家的選舉 我看起來也是一樣 跟這個地步你如果想到 吳博雄 吳敦麗跟關宗 所報的 如果這張不贏 要亡黨亡國 那手段絕對是不用其極的 是 郭忠祥剛才說 拉不過來就家裡摧毀 對 這事情就嚴重了 來 我先請教李翔 你比較了解新聞運作 為什麼會變這樣 黃昆虎佛杰有這個投書 沒有大家去相信什麼 黃昆虎也倒戈了 為黃昆虎去相信李定輝 黃昆虎是代表李定輝 某種意義 不過如果表現這個態度 就表示李定輝 或是一次馬英九 我必須說 我最近對於台聯黨 或者是對於李登輝體系 是否跟馬英九陣營 逐漸靠攏 我心存一個問號 很大的問號 我認為是有這個可能性 尤其你看特別被判決 這麼不公平 不公正的一個判決出來 台聯黨中央今天下令 叫他們這個任務 不能出來質疑 我最近確實對李登輝 跟台聯黨 台聯黨中央 叫他們不要出來質疑 我們可以問語言 所以我是表示懷疑 我必須說上個禮拜五 傍晚 其實我跟李友慧的幹部 重要幹部 有跟我聯絡 他也希望李翔可不可以拜託你 因為他知道大化新聞 我跟李登輝 有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